完成oric Cody 看這首歌的字幕 我們eness校是養家的後藏 我們從小住在那個聖合院 我們從小住在那個聖合院裡面 我從祖先的牌子後面有發現說 我從祖先裡面發現牌子是從第十代祖先來這邊開墾的 它推算起來應該有270年 像台北市現在很少有這種歷史文化的價值 我想說你市長如果有時間的話也可以請市到現場來勘察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最早漢能跟拼補的焦慮的叫嘎拉 所以你看那個大台北盆地只要拿出來的地圖 它剛好在正中心點 那正中心裡面就有一個國權 所以這個楊家在這邊住了將近300多年 這個地方其實有代表它的意義 所以我們不管未來強調文化歷史或是所謂的文化創業 甚至台北要申請台北設計制度 你假如是沒有一個歷史文化的城市的話 你再怎麼做一些文化的補強設施 它其實是沒有利益的 今年我們就去參與可批的台北調專輯的徵選 然後台北調 但是什麼東西能代表台北 我覺得最能代表台北就是我們的VANGA 因為沒有VANGA就沒有台北 所以我就把我出生地VANGA的故事寫在這首歌裡面 我雖然玩音樂已經玩十幾年 但是其實我的學術的背景 我是北義大建築與古蹟保守研究所畢業 現在改成北義大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所以我會把以前在學校在做一些文化資產田野調查 一些訪談的經驗寫在創作裡面 因為我想說透過創作讓大家了解台灣的文化 尤其是我的家鄉VANGA它的古蹟 它的文化脈絡是什麼 以前有日本系的老車頭現在找不到 就是那時候萬華車站我覺得是很漂亮 但是那時候還沒有古蹟跑出文化資產的概念 然後就讓這樣被它拆掉 然後你連屍體都找不到 像北投車站它有拆解 但是萬華車站整個都被殘掉了 我覺得這對萬華人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因為我們對這個建築物其實是很有感情 然後萬華車站我們已經救不回來 但是我們現在萬華有什麼 就是我們南萬華這個地方 其實我的媽媽那邊也算是養家的其中一個知識 他們對這個地方其實一直是很有感情 像我們剛阿威那個地方 因為之前在做都市更新 那些老房子都被殘除掉了 已經找不到 現在整個嘎拉就只剩苦大陶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保存下來 除了是可以讓人家欣賞的一個古蹟之外 我覺得甚至很 我有時候會去台灣每個地方 參觀他們社區 你知道其實很多人的音樂創作都是在三合院裡面 在老房子裡面產生的 不一定要蓋什麼很大的很漂亮的流行音樂中心 或是一些看起來很漂亮的 所謂像華山那類的live house才能做出好東西 我覺得很多好音樂其實在這樣的地方 你去原住民部落看 它其實就是在它的鼎仔咖 它其實就是在它的三合院 在原住民部落的一個廣場 很多好聽的音樂就是在這種產生的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創作就是在這樣的空間 才讓我們有這種創作的靈感 所以我覺得在讓它保存 我覺得是有百利而無以害的 謝謝 不是還沒有公佈啊 沒有正式公佈 所以我是以事人本身 人間有朋友邀我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很有興趣來學習 那如果禮拜五真的是我當局長的話 我會請大家 跟老師剛剛講的 會潛心學習這些所有歷史古蹟的 所有一些細節 好謝謝大家 這個事情有點太大了 所以我只能說 我我是這種社會主長大 所以這個地區的生活的滋味 是最重要的影響 所以我會盡你我來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